黃國昌質詢 驚訝前桃園市長鄭文燦 日內華雅科擴大案 秀出總統府變監 直指被收押的是前台宿顧問 廖俊松上達田廷 吳昭憲啊 馬上下調子 俊松理事長會見啊 我交代行政院去做了 經濟部 內政部 馬上就核准 華雅案從民國102年 所有的會議記錄 從來沒有同意過 內政部強調從未同意 而黃國昌PO出的變監內容 是時任國安會秘書長 吳釗憲一百零六年 回復給廖俊松 感謝提供投資政策意見 松東副也聲明 是依程序韓轉相關單位 無任何不法 對於刻意錯誤連結 映射深感遺憾 有一位學生錯過了大學的 這個學歷的報名的時間 由總統府舒函 來到我們這邊 我們也是用很快的速度 所謂的火速 趕快送給各部會 質疑的委員的邏輯的話 所有的案件 都是府院介入 所有的案件 都是火速處理 福院秀出多份罕見 證明都是正常程序 藍白又指控 鄭文燦案是綠營 公斗局 胡哥這件事情是不敢承認 傳出他要跟初小會 挑戰雙北 這個才是更大的事 這個才是更大的事 你讓人家賴清德 覺得是有忌憚的 最後一根稻草 就是傳出來 鄭文燦要指定 2026桃園市長的提名人 他們的想像力也很豐富 司法獨立的部分 該怎麼辦就怎麼辦 案件本該回歸司法 但再也扯出鬥爭 甚至交半說 讓府院不忍了 全力反擊 三雙環節我們先 太報道